70岁歌神徐冠杰,18岁早婚真相曝光,52年只爱他一人。 如今说起歌神,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张学友,不过张学友算是第二代歌神,最早的歌神一词出现在70年代末期的香港,由乐与流行音乐的奠基人许冠杰获得香港歌神的称号,直到1992年许冠杰宣布退出乐坛,才由张学友接过歌神的称号。 张学友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道,歌神?我根本不是。阿Sam才是。 是他不在,随便找个人叫叫。对我来讲,阿Sam是乐语流行歌曲的标志性人物,有人听乐语流行歌曲,是从他出现才有的。 由此可见许冠杰在张学友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。 许冠杰,1948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。 1950年,全家宜居香港并定居于钻石山,在中学时期许冠杰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他和朋友组了乐队,不过这个乐队并没有维持多久。 1967年,徐冠杰加入了莲花乐队并担任乐队的主音歌手,之后乐队发现了首张专辑Just A Little,同年推出了I Am Be Waiting。 1969年,考入大学的许冠杰因功课太忙,和钻石唱片公司约慢后就不再续约。 1970年,许冠杰以个人歌手的身份进入香港乐坛,由此开启了他在香港乐坛的辉煌一生。 在1970年以前,香港人普遍认为乐语流行歌曲很低俗,当时香港仍以英文歌以及主要来自台湾的国语歌作为主流。 1971年,毕业于香港大学的许冠杰不必彭俗,以乐语唱出多首反映社会现状,讽刺时弊的歌曲。 作品获得大众认可后,乐语流行歌曲在香港乐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 1974年,许冠杰推出了首张乐语专辑《鬼马双星》,这也揭开了香港当代流行乐坛的序幕。 这张专辑在东南亚的总销量达到了15万张,专辑同名主打歌曲《鬼马双星》由许冠杰创作,并且是第一首在英国BBC电台以及香港电台英文台播出的中文歌曲。 1976年,徐冠杰发行了乐语专辑《半斤八两》,这张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,既有市民歌和情歌,也有浪子新生这类励志性质的歌曲,这张专辑的出现也标志着香港乐语流行歌市场的正式形成。 徐冠杰是缔造当代香港流行乐的最大功臣,他完成了乐语歌曲从古典到现代流行的嫁接,同时带动香港流行唱片以及演唱会的发展。 在许冠杰之前,乐坛只有歌手或者歌星,而许冠杰的出现,让人们见识到了什么才是天皇巨星。 许多后辈歌手都是自称是在许冠杰的歌声中长大的,视他为偶像。 在许冠杰的影响下,大批歌手转而唱起粤语流行歌曲,为香港带来了二十多年兴旺的流行蜜乐。 徐冠杰的多首歌至今仍然在传唱,如《浪子新生》、《半斤八两》、《天才白痴梦》、《沧海一生笑》等等,而由他作词,张国荣作曲,两人合唱的沉默世今更是殿堂级的歌曲了。 冥冥中都早注定你付货品,是错,永不对真永是真。 任你怎说拦手我本分?始终相信沉默世今。 沉默世今这首歌推出时,正是香港乐坛弹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, 许冠杰作为前辈对张国荣的才华很认可 两人也是惺惺相惜 于是就有了这首歌 这首歌对于张国荣来说有解歌灵志的意义 在2004年 许冠杰付出后的新歌《零四祝福你的MV》中 许冠杰亲自操刀剪辑 将张国荣出品的镜头加入进去 一来是对张国荣的纪念 还有就是寓意不好的一切已经过去 希望大家要振作 2017年 70岁高龄的歌神许冠杰联手乐坛校长谭永林 开演唱会12场 歌神又唱又跳 宝刀未老 实力不减当年 徐冠杰在电影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1973年 出演了首部电影《马路小英雄》 之后与三个哥哥合足许氏电影公司 电影《鬼马双星》更是打破了当年香港电影票房记录 后来的天才与白痴 小女的芳心 但是在面对充满诱惑的娱乐圈 50年来她却只被一位女生俘虏 那就是她身后的女人林宝福来明 1966年,徐冠杰在丽京酒店唱歌演出时,当时阿三只有18岁,结识了来港度假的美菲混血儿 两人一见钟情,很快坠入爱河,从此开始了一段传奇性的爱情故事 当年两人在香港邂逅,之后Review回到美国,两人主要以书信联络,我们每日写一封信,那时打长途电话跟鬼,很麻烦,一个星期才能打一次 所以我们早婚,觉得唯一见到面滴方法就是住一起,那是年少气社吗? 原来歌神早婚是因为这个原因啊?1971年,徐冠杰大学毕业,年底变非赴美国与相恋五年的女友结婚 如今,歌神和老婆已经结婚47年,从18岁相恋开始,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52年,可以说在处处诱惑的娱乐圈中,徐冠杰能始终如一地守护这段爱情,真的是难能可贵 徐冠杰可谓娱乐圈中难得专一的明星,少有绯闻 1976年,徐冠杰的大儿子徐怀新出生,两年后,二儿子徐怀不出生,如今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历烈,也分别有了自己的孩子 1976年,徐怀新更跟上爸爸的脚步加入乐队,两人眉宇之间像极了年轻时候的徐冠杰 1976年,徐冠杰,三父子经常一起出现在舞台上,分享这位唱歌表演的幸福 1976年,徐冠杰的歌让人怀念,徐冠杰的电影给人欢笑 1976年,徐冠杰的歌让人 preference 1976年,徐冠杰的歌厅 souven莱乐, diferentes并 majETH не верge